大家好,我是夜补,必补哥 今天接着来讲各位三连赞助的日更节目,爱影大人 在听说弟弟不见后,会议还没开完,姐姐就跑了出来 街道已经乱成一团,姐姐问了一个路人 有没有看到一个15岁左右呆呆的黑发少年 好心的路人回了句 我确实见到一个黑发少年被食屎鬼吃了 话音干落就被姐姐一巴掌干翻在地 原来如此,我逐渐明白上一话男主为什么说 姐姐是个没有理智的人了 一方寻找后,他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被食屎鬼啃食 姐姐迅速拔剑斩杀食屎鬼 尸体头发的长度和弟弟差不多 因为身体已经被啃食的乱七八糟 所以无法辨别身份,姐姐抱头痛哭 后悔自己将做小的弟弟带到这里 再寻找一名黑发少年的人,就是你吗 声音来自身后一个奇怪装扮的女剑士 我是吸血鬼猎人玛丽 若是黑发少年的线索,我有两个 姐姐仿佛抓住嘴后一根大槽,将头丢到一旁 将弟弟的样貌描述一遍 确实有两个黑发少年如你描述那般 第一个少年在食屎鬼抱走前发出颤抖的笑声说道 这血染的都市 没得玛丽说完,姐姐便打断了他 不可能,我的弟弟不会发出这么恶心的笑声 说出这样的台词 第二个是个不起眼呆呆的魔剑士少年 他被血质女王的下属抓到了血质高塔里了 听玛丽的描述,姐姐确认了 那个人就是他的弟弟 玛丽刚刚见识过姐姐的身手 两人的目标都是狩猎吸血鬼女王 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 姐姐被玛丽带到了一个破烂的小屋里 玛丽将自己知道的情报共享给了姐姐 一切要从吸血鬼女王伊丽莎白开始介绍 她是被称为始祖的吸血鬼女王 吸血鬼是夜晚的支配者 但这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事就死了 尽管吸血鬼支配着全世界的夜晚 但这样的支配体制终究还是画下了句号 某天吸血鬼的弱点在人类之间快速传开来 吸血鬼沦为了被狩猎的立场 他们的弱点一共有三个 第一,心脏被破坏的话就会死 吸血鬼拥有惊人的再生能力 一般手段无法将他们杀死 可一旦心脏遭到破坏 吸血鬼就无法再生 第二,吸血鬼必须透过吸食血液来维持力量 残疾不禁食血液 力量就会衰弱得和老年人一样 第三,他们做事被阳光照射到 变为化为灰烬 白昼成了他们的行刑场 他们不断被人类驱逐迫害 最后吸血鬼慢慢消失 世人也逐渐挡完了他们的存在 然而,以前年前 发生过一件海人听闻的事 红月高挂在空中的那个夜晚 三个国家的森林被突如殆尽 而这便是吸血鬼女王伊丽莎白 及其眷属干的好事 吃月过后他们全部消失 仿佛没有存在过一样 而现在正好是红月 食屍鬼的暴走不过是前兆 吸血鬼的复仇又要开始了 在吸血鬼眼中 人类就只是家畜 他们不会遗忘被家畜逼到走投无路的耻辱 吃月会持续三天 而复活吸血女王需要活祭品 拥有魔力的年轻男人成为了首选目标 距离吃月完全到来 还有半天时间 说着玛丽打开一条地道 那是通往血脂高塔的通道 目标一致的人很快成了队友 姐姐毫不犹豫地转进通道 玛丽转头挽向赤月 她的眼神中透露着一时寂寞 随后跟着进入地道 夜晚降临的无罪都市 最热闹的地方永远都是花柳巷 而今晚的热闹和以往有些不同 食屍鬼轻易地撕裂了保镖的身体 一盘的年轻仓妇被吓得贪桌在地 七通半惊呼她的名字 让她快点逃跑 在下一个瞬间 食屍鬼的身体来了个分头行动 一名漆黑的魔剑士 阻力在她的面前 无名暗影 潜于黑暗 狩猎阴隐隐之人 留下名号后消失在了黑夜中 关于暗影 另一名仓妇挺客人说过 她是一个名为暗影庭院组织的老大 他们袭击学院破坏生育 最后还干扰了五神祭 是一群肆无激荡的大恶人 但今天所见 她似乎和传言中的有些许不同 她朝着暗影消失的那片黑夜 在心里默默表示感谢 克里姆森大人 祭平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成了 原本服侍整座无罪都市的克里姆森 将视线一向神红的月亮 她是血之高塔的统治者 当赤月完全降临 心爱的女王就会复苏 在属下的汇报中 魔剑士协会那边被轻松压制 不过有三个人无法控制 分别是白之高塔的统治者 和黑之高塔的统治者 血之高塔的统治者 对属下的回答不以为然 她深知他们到不了这里 只要女王复苏 胜利的天秤瞬间就会倾斜 她伸手轻拂棺材表面 然后发现了一件事 你刚刚说有三个人 还有一个是谁 关于这一点我们尚未查明 不过她不但单独消灭了 打量的食尸鬼 甚至我们前派过去 真元的吸血鬼也被全数击溃 她叫做暗影 属下的人判断 她恐怕才是最大的威胁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希望各位可以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这个日根的UP主 另外感谢各位充电的伙伴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